各位同學,現在是2018年DSM2第九條 第九條應該是第一條的循環,這條我分為三部份 第一部份是A,第二部份是B,第三部份是C,很直接,沒什麼特別 A部分,我們先看這個部分,Curve Y等於LX,LX可以將它寫作二分一個LX 簡單一點,P is moving point on C,即是在C上面 The normal to C at P cuts the excesses at Q 稍後我們用這些資料畫出來 A while the vertical line passing through P cuts the excesses at R Deload the x-coordinate of P by R Prove the x-coordinate of Q是這個 4R,以此加LXR over 4R 我們跳下去看看 先畫畫圖 這幅圖,因為X大於1,隨意做 LX是2分1LX 如果這樣看,圖片和原本的圖片都相差2分1 即是enlarge along YSS by 2分1 所以這個位置都是1 即是你按下去,並非要下面的位置 即是上面的位置 當然,因為圖片很難畫到它的曲線 所以你感覺到有一個曲線 P其實是在C上面 即是C上面 我隨便用1點P 隨意在哪裏 Q就是Vertical Line The normal to C at P cuts the excesses at Q 即是我們應該先有一條Tengen 然後有一條Normal 這點剩下Xess 這點剩下Xess 這點剩下Q 就是這樣 另外,P是有一個垂直線 即是垂直線 Vertical Line pass through P 和剩下Xess 即是這點是R 這樣垂直下去 這點就是R 形式上,我們把所有東西都畫出來 Delot the X coordinates of P by R 即是這個是R,然後是something 其實R,然後是2分1的垂直線 這個位置就是R0 那Q呢,我可以垂直線 A0 稍後我們把所有東西都畫出來 不過我先把C Y等於1分1的垂直線 D的時候,這個就是1x 即是Dy over dx 即是1 over 2x 然後剩下Q P的X coordinate 就是R 因為它是說的 它改變了這個 那斜線就是2分1 所以這條線就是2分1的R 這條線 即是這條線 O是這點 O是Origin 好,然後Tengen的斜線 就會是-2R 即是乘1 好,到這裡 其實我要找這個座標 In Terms of R 所以我的策略是這樣的 就是這個階段 乘這個階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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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然你可以計算 這個階段 由Normal 然後把Y等於0 這樣也可以 但我就跟隨它的形式做 因為這個階段 Tengen的階段乘這個階段 那麼Lat Q的階段 是A0 R就是R0 其實剛才也不用Lat Q是A0 待會找到Q的A 就是這個數字 那P的階段 就是R 2分1的LN 然後找PQ 不是 是找PQ階段 整個Tengen 同階段 等於-1 好,階段PQ是-2R 或者這樣說 PQ的階段 是等於-2R 這樣也可以 好 所以這個座標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減0 over R 這個 減A 再來一次 這個數 減0 就是 Slope of 那 這個 A 就是這 這個 你自己 有目標去做 這條 基本上是送分的 交叉 交叉 相成 這條 乘上去 這條 除下去 變成 R-A 就等於-4R LN 然後把R調過去 然後通分母 通分母 其實你也覺得 很相似 其實是一模一樣 所以 Q的領座標 就是-4R² 加-A -R 再over-4R 好,我們先做完一部 我們現在看第二部 我們現在看了